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紧张局势的最新进展 随着以色列空袭加沙造成50人死亡 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 开罗的停火谈判重启 但前景却十分黯淡 哈马斯派遣代表团前往了解谈判进展 但他们仍然拒绝直接参与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强硬立场 使得和平协议的希望变得渺茫 谈判的核心焦点在于 以色列对加沙和埃及边界的控制权 这一要求遭到哈马斯的强烈反对 尽管美国方面声称 以获得妥协方案的支持 实际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依然无法调和 当前的局势使得加沙230万人的困境更加恶化 疾病和营养不良的担忧越来越大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 谈判是否能够取得实质进展 各方的立场是否会产生转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本文内容来自《环球邮报》 半岛电视台和《卫报》 这些报道详细描述了 以色列空袭加沙导致50人死亡后 在开罗重启的停火谈判 谈判涉及多方 包括以色列、哈马斯 以及调解国埃及、卡塔尔和美国 以下是对这些复杂谈判的深入解析 涵盖双方立场 谈判过程中的主要瓶颈和潜在的国际影响 首先 谈判背景必须明确 自从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 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军事冲突 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以色列方面统计 此次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 而巴勒斯坦卫生当局则报告称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已导致超过4万人死亡 这种暴力循环 使得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 急剧恶化 联合国报告显示 加沙地区的营养不良率飙升 甚至已经出现了25年来的 首例小儿麻痹症病例 这些都增加了国际社会对局势的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 开罗的停火谈判重启 目的是找到一种能够平息冲突 并改善人道主义局势的方案 哈马斯派遣代表团前往开罗 以便更接近主要谈判 这些谈判由以色列和调解国埃及 卡塔尔及美国进行 卡塔尔首相的谢赫穆罕默德 本阿卜都勒拉赫曼阿勒萨尼 也加入了谈判 然而这些谈判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在谈判中反悔 并认为美国并未以诚意进行调解 以色列方面则否认这一指责 谈判中的一个主要瓶颈是 以色列坚持要保留对加沙和埃及边界 费拉德飞走廊的控制权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 以色列军队必须驻扎在这个关键区域 以防止武器走私 而埃及则认为这将侵犯其主权 这一立场导致了以色列内部 和调解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 甚至在以色列内部 内塔尼亚胡也面临批评 因为他的立场被认为是 破坏谈判进程的关键因素 与此同时 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个 桥接提案 试图化解僵局 这个提案包括一个三阶段的过程 旨在通过释放加沙和以色列的俘虏 来达到全面停火 实现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 并最终开放过境点 然而 布林肯不愿透露 该提案是否包括以色列军队 完全撤出加沙 但哈马斯则表示他们 希望遵守已达成的协议 并指责美国 未能说服内塔尼亚胡 接受先前的协议 哈马斯的立场非常明确 他们希望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 并允许被驱逐的北加沙居民 返回加园 这一立场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认可 并在6月1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 然而 以色列官员不时发表声明 表示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必须继续 并在实际行动中入侵了拉法 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 使得谈判陷入僵局 在停火谈判中 涉及人质问题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据估计 目前在加沙 仍有约109名以色列俘虏 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 一个主要争议点 是关于这些俘虏的交换条件 以及如何确保他们的安全释放 哈马斯坚持要求 以色列释放被囚禁的巴勒斯坦人 而以色列则要求提供 所有在世俘虏的完整名单 国际社会对这一局势密切关注 尤其是美国 美国空军上将C.Q.布朗 在中东进行未宣布的访问 讨论如何避免新的紧张局势升级 特别是考虑到 伊朗对以色列的威胁 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 真主党之间的战斗 最近有所升级 这增加了地区冲突 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综上所述 开罗的停火谈判 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深深的互不信任 以及对关键地缘政治问题的分歧 使得谈判进展缓慢 尽管存在国际压力和条件努力 双方似乎在主要问题上 难以达成一致 无论是对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状况 还是对区域安全的考虑 达成停火协议 都是必要且紧迫的 然而 当前的僵局显示 距离达成一个可持续的和平协议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推动对话和妥协 以期在这一复杂的冲突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 确实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但我们不能忽视这背后的更大背景 哈马斯的恐怖活动和持续的袭击 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 以色列政府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国民 这是他们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 这就好比秦始皇修长城 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为了保护国土和百姓 嗨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秦始皇的粉丝 但现实可不是古代的长城防御战 以色列的行动已经造成了超过四万巴勒斯坦人的死亡 这不仅仅是保护国民 而是大规模的毁灭 这种行为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和暴富 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就像你一直打蚊子 却忽视了房子里有个大水坑 蚊子不会停止繁殖的 谢琪琪 我明白你的愤怒 但让我们看看一些事实 哈马斯在2017年以来 发射了超过5000枚火箭弹到以色列境内 这种持续的攻击怎么能被忽视呢 如果你的邻居每天向你家扔石头 你会不会反击 这不是打蚊子 这是防止你的家被砸烂 楚天书 你这比喻不太准确 哈马斯的火箭弹确实存在 但以色列的回应却是无差别轰炸 这造成了无数平民的伤亡 这就像你邻居扔石头 你却用炸弹回击 结果邻居家被炸的粉碎 还殃及了无辜的路人 还有根据联合国的数据 袈裟的营养不良率 在过去几个月里飙升了四倍 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也开始蔓延 这难道不是更大的人道灾难吗 谢琪琪你说的有道理 但让我们也别忘了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盟军为了击败纳粹德国 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 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 当时的世界选择理解和支持 因为最终目的是消灭一个更大的威胁 同样的 以色列现在也是在面对一个持续威胁自身安全的敌人 楚天书 你这样的泪比可真有点过了 二战的情况和现在完全不同 哈马斯不是纳粹德国 而加沙的平民更不是战斗人员 他们是无辜的 是这场冲突中的受害者 以色列应该寻求更和平的解决方案 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否则 这场冲突只会永无止境 像个不断重演的无间道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